美国1比5投资移民改革了 不需要再投资了 排期也没有了 美国移民局重磅官宣了改革1比5投资移民项目 新法下的1比5的最低投资期限为两年 这也意味着在条件下的绿卡期间不需要维持投资 那困扰投资人多年的再投资的问题也终于得到解决了 而且目前1比5预留类别依旧有名额 而且不需要排期 对于那些渴望通过1比5赴美的人来说 可谓是重大的好消息 今天我就和大家来说说这个1比5投资移民 大家好 我是加拿大 吃牌移民法律顶斯 这里是我的移民留学频道 每周都会跟大家分享移民留学的干货资讯和心得 欢迎各位关注 也别忘了点赞评论加转发 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来和我做个一对一的沟通 2015年由于排期的出现 和R2526申请的审理时间的缓慢 这种再投资的1比5项目就开始出现了 由于1比5处理的时间在过去几年大幅增加 再投资就成了困扰几乎所有国家1比5投资者的问题 那就估计在过去的八年时间里面 至少有75%的1比5投资者面临的再投资的问题 过往的1比5的要求颇受人诟病 比如投资必须始终处于风险当中 直到有条件的绿卡两年期结束之后 而且必须要在现有的区域中心的区域范围之内 而且必须要通过NCE 也就是新商业企业 并且再投资不能通过二级证券市场 比如说股票基金等等 由于移民局要求再投资的时候不能更换区域中心 必须维持在同一NEC再进行再投资 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 再投资谈判时候的谈判地位不对等的问题 那么1比5投资人没有任何的主动权 只能被动的接受区域中心所选的项目 否则除了退出几乎就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了 这也直接导致了投资收回的风险倍增 除此之外 再投资的周期也过长 对投资者造成的较大的困扰 那漫长的爬下期让就证下的二头甚至三头变得非常的常见 那有的移民申请人往往要等到十多年甚至才能收回当年的投资啊 资本处于长期的风险当中 让不少投资者感到担忧和焦虑 那么这个新法有几点好处 它第一就是投资者的资金将不再被长期占用了 大大减轻了在维持投资状态下资金的压力 第二就是投资周期缩短让1比5的申请人可以更灵活的使用投资款 而不必再担心投资状态的问题影响到绿卡申请的获批 第三个好处就是大大降低了因为市场或者不可抗拟因素产生的资金风险 总之啊 这个两年的投资期的新政改变了老法的1比5在出现排气后发生的投资款长期无法返还的问题 也降低了投资者维持投资的资金压力和风险不必再为了投资状态的问题而影响到绿卡的审批而感到担心 另外还有两大利好吸引着各国的申请人 一方面目前的1比5的预留类别包括乡村高市业地区以及基建项目依旧有名额而且不需要排期 无排期啊朋友们1比5的项目啊 所以申请人现阶段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快速移民美国的 另外一方面新政下的1比5的申请人可以选择在美国进行双递交 其同时递交2526亿和移民申请以及RF485的绿卡申请 在完成递交之后可以合法的留在美国居住生活 同步可以开始申请工作许可旅行许可 拿到公卡和回美纸之后呢在美国自由的工作 总之啊 现在这个新政对于想投资移民美国的申请人来说 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刚颁布就可能有一大批申请人要行动了 可以量想到无排气的项目也不会维持的太久 人多了排气又长了就一定要把握到时机 我们也做过好些个1比5的项目 真的可谓是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3200个名额用起来也非常的快 大家一定要早点行动 好了这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还有什么疑问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或者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或者一对一对沟通 我是加拿大持牌移民法律顾问事情次 别忘了意见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